上车躺在单架上被救难人员缓缓拉上来 从道路的边拨吊挂回一般道路 当时车上有四名乘客 其中两人意识清楚先行脱困 警销出动吊挂器材 救出另外两人之后赶紧送一治疗 二十六号晚上八点多 四名女子开车要前往花莲 经过从德路段时 发现正在进行管制因此折返 没想到行经宜兰苏花公路 坠落大约五十公尺深的边坡 而当时信邀隧道因为地基掏空 实施夜间禁止通行 四名女子表示当时是因为闸门没关 才会误闯发生意外 没想到现在却被抓包根本说谎 管制时间我们有设那个管制点 这些硬闯管制路段发生意外 却谎称是保全没关闸门 而为了防止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管制绍江多家派一名保全 另外违规擅闯禁区 根据灾害防救法 四名女子恐怕将被开罚五万人以上 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还 这下得为自己一时冲动行为付出代价 三兄黄瓜黄士涵一来找不到